二十几个团体默默服务人群 凭着社会公益热情影响另一群人的生命 林凤将这些故事记录成册 让善的力量永续循环 期许每个人都能剥下善的种子 成为别人生命中的天使 我非常钦佩林凤小姐 现在台湾有这么爱心的人 真是非常令我精进 那其实最近大概差不多一年来 我跟他互动 我发现他很多理念跟我蛮接近的 譬如说我们中华佛林教育基金会 我们也都是栽培国内的瘦博士生 一年我们栽培差不多三百位 那这三百位中 那么我实际上就跟我们的捐证者说 你捐二十万能够栽培一个博士生 捐十五万可以栽培一个瘦士生 那捐款以后你就是他生命中的天使 那这刚好跟我们的林凤小姐 她的主张一样 希望说大家成为别人生命中的天使 而且我觉得说教育非常要紧 教育非常要紧 那我实际上谈到说 投资理财有赚有赔 投资教育稳赚不赔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赚注在教育这边 然后对于癌童给他一些多多关心 尤其他的理念EESG 这个也是对社会来讲 强调说这个社会的环境 社会还有永续的经营 我想这些理念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那我想这么棒的这个林凤小姐 有这么好的一位书 为了台湾的永续发展 我们都非常钦佩 那希望台湾爱心速速飘 未来能够台湾更美好 那我非常感佩林凤小姐 真的非常棒 那这场新书发表会 其实是把台湾的这个 怎么讲呢 全民的爱心 那林凤老师是一个 很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他把用艺术的方式 把这个爱心传播到很多世界各地去 那今天这场新书发表会 他也邀请了很多他的好朋友 那也特别请唐宝猫人 唐宝猫们过来一起来参与 让我们见证到林凤指寻长的爱心 那国父建议馆作为一个 推动这个全民艺术教育 跟发扬国父博爱精神的 这样的一个 我们算是艺文社交单位 那也非常荣幸参与这次的活动 林凤是爱心五国界联盟创会会长 多年来致力公益 在台湾缅甸 埃及 中国等偏向地区 推动创意教学 品格教育等 希望透过国际关怀与偏向教育 集结主轴理念相同的公益团体 发挥蝴蝶效应 爱心五国界其实最主要希望 透过结合不只是台湾 还有像我自己本身有在埃及 还有缅甸 不一样的偏向做公益 当地也认识了不少喜欢做公益的一些好朋友们 当地的朋友 当地人 所以希望透过爱心五国界联盟 可以不只只属于一个单一的协会或基金会 希望透过各个不同的基金会 然后同好喜欢做公益 那乐在做公益 可以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这样的一个理念跟概念 结合大家的力量从台湾出发 然后有机会有能力的话 然后可以走向世界 让世界看到台湾 看到我们台湾之光 还有永续的力量 让全世界更尊敬台湾 那真的可能今天来参加新苏的一个发表 那林指引长其实他去过埃及 还有跟很多的金房 然后做过很多的一个公益 那包括也很多的政府 或者一个洛杂基金 都从他的一项可以写出 对所谓的社会 或对国家的一些贡献 那其实 团队基金会非常荣幸 那也是林指引长底下的一个团位 那真的很感谢 林指引长给团队基金会 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其实基金会 似乎全台少万多富的胖宝包 以及身心障碍 那不然从出生到老 其实我们都有在做一些 事业服务 那未来也请大家多多的帮忙跟支持 那在此也要祝福林指引长的书发满 然后每个人都跟随着林指引长后面 来为台湾为国际的工艺来发声 除了新书对谈 林凤也将发表会结合爱心画展示与走秀 是的 爱心画作非常的特别哦 因为最主要希望可以集结哦 所有喜欢不只是爱画画的朋友们哦 就算不会画画也没有关系 那像爱心无国之间联盟 像我这边也会提供很多就是免费的工艺材料包 然后给弱势的孩子们 或者是像谭宝宝他们这一次呢 也有用这个工艺的材料包呢 来创作爱心的画作哦 所以呢从他们呢这个认真的一些神情啊 还有呢这个每一个他们创作的一些构图的画面哦 都可以看到孩子呢他们内心深处的小世界小剧场哦 所以这个爱心画呢 希望除了这个工艺的这个新书发表会之外呢 希望可以透过爱心画 让更多的人呢可以透过画作还有颜色色彩 然后呢会觉得就是艺术还有工艺术呢 没有这么样的遥远的距离哦 可以呢更拉近这个人与人之间的一些 这个感觉跟感受跟温暖 书装记录唐氏基金会故事 描述唐宝宝们成长 以及给予家长喘息与支持的宗旨 还有阳光光华协会罕见疾病基金会 与立新基金会的二十几个团体的爱心事迹 其实这次的工艺书呢 最主要的特色呢 就是包含了全台湾的永续力量哦 全台湾的各大的一个这个基金会 在全台湾的各个角落呢 甚至呢不管是像越南啊 敏甸等等哦 比较偏乡的地方呢 做了很多不一样的工艺 所以最主要希望透过这个书的一些 不同的一个基金会的一些各项资源 让所有的朋友们都可以知道 台湾的永续力量 然后也可以运用不同的资源呢 发挥更大的爱心 让全世界都可以看到台湾 发表会由唐宝宝们担任开幕嘉宾 带来火力四色的舞蹈 振奋人心也展现无限可能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 多人心能放 大家的霜 要不要